大家好,我是Den 今年2月,Playlist对媒体发表过 女团PromiseNine将会在3月回归的消息 而目前MB已经拍摄完成 很快就会公开预告影片等的回归行程 而因为这次是PromiseNine出道第一次发表的正规专辑 也是在成员举例退团后 首次以巴人体制的回归 所以让粉丝们都非常期待 但是最近韩国粉丝们的期待反而变成了担心 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韩国粉丝们担心的理由是因为 从2月底开始,成员们就没有在粉丝论坛 或者是个人IG上传任何消息 然后3月20号是成员奇闻的生日 却也没有每年都进行的生日直播 虽然已经派我的团众,幕后话序照片 生日庆祝等官方的行程仍然是在进行中 但是有网友发现到 PromiseNine的新区已经有登记在版权协会网站 专辑名、歌名以及原本预定好的发表日期 3月20号也都有标注在上面 但是成员们从2月底开始 与粉丝们的沟通就完全消失 成员生日没有直播 公司也没有特别的声明 所以就让粉丝们非常不安 顺便简单给大家说明一下 在韩国版权协会网站搜索歌手名字的话 只会搜到已经发表的歌曲 还未发表的歌曲是不会显示的 所以这很可能就是行程突然延期了 但是Pleadice没有去处理这些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一般行程延迟的话 这个发表日程也会一起延迟吧 可能是突然发生了什么内部事情 行程都停止了 连MB都拍摄完了 歌曲也登录了 真的应该是因为内部问题 行程都延误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连语粉丝们的沟通也停止了 很担心Pleadice的女团 无期先放置不管老毛病又犯 反正视觉的真的是发生了什么事 而不是Pleadice放置不管 MB应该也投入了很多钱 还在媒体报道了 不可能就突然冷冻他们的 如果是续月之前的话 可能还会怀疑Pleadice 只是单纯的回归日期延迟的话 为什么连语粉丝们的沟通 也停了一个月呢 所以才会让人更不安 还不这样延迟行程 感觉是第一次 所以对于Promise 9回归 无预警延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成为猎牺车 就会给你一亿含币的经纪公司 女团咪咪路子的所属公司 也是韩国著名歌手兼演员 影强景创立的SN娱乐 3月10号通过官网发布了 招募全球偶像的公告 申请资格是2004年到2010年出生的人 任何国籍都可以申请 而申请日期为2023年3月10号到3月31号 申请方式是将自己的照片影片 发送到公司的Kakoto账号 或者是email 我会将这些资料写在咨询栏上的 而这次的选拔将会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首先通过提交等文券晒选候选人 然后进行第二轮跟最终试镜选出练习生 而最终合格的练习生 在出道前也散余了 就会支付1亿元的奖金 女团刚出道没多久不是吗 不能再退退她们吗 就算有奖金一亿能去大型经济公司的孩子们 也不会去银枪成这里吧 首先应该要先成功一组团体 孩子们才会去的 用那个钱多采用一下员工吧 别这样带来海外孩子们后让他们遭罪 先培养好现在的女团吧 真的没有责任感 但是很多地方做练习生做了好几年 也未能出道后结束的情况也很多 这样能拿到一亿的话 就算练习几年后未能出道 也不算是亏本的生意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还是那句话 如果有看天群影片的大家 有一天成功出道的话 别忘了在直播中提一下天群 哇 你们要记住了什么呀 你们要记住吧 我们要去看球一下 我去看球象 我们要去看球象 那里面是你 我们要去看球象 我们要去看球象 我们要听到的 我们要去看球象 我们要看到球象 我们要去看球象 我们要看到球象 我们要看到球象